入入歧途的最佳方式 因此 虔诚心 是我们踏上政务旅程 必须支付的费用 为了达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必须自行提供的盘缠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民国初年 在河南乡村 有一位家里很富裕的老人 他的儿子养了一大群的羊 老爷您要出去散步啊 小丑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少爷吩咐我出去放羊 哦 那你快去吧 是 今天中午我煮了一锅羊肉汤 那味道可真是棒啊 那的确是很美味 把羊肉熬得嫩白嫩白的 撒上葱花香菜 再滴上几滴辣椒油 哎呀 那味道啊 哈哈 真是回味无穷啊 怎么 你也喜欢这种汤头啊 那当然 啊 瞧你俩说的我都口水直流了 你儿子养了那么多羊 难道就没有熬过羊肉汤给你喝吗 我家人不太吃羊肉的 我总不能自己想吃羊肉 就让儿子杀一只羊主来吃吧 但是你可以想个办法 让你儿子杀只羊给你尝尝 是啊 你可以想个办法啊 这该想个什么办法呢 哈哈哈哈 有办法了 就这样办 老人为了吃到羊肉 有一天 他便拉着儿子来到了这棵大树下 爹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一小子你就知道了 爹 你这是干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到这棵树下 并且拜他吗 不知道 为什么呢 我们家之所以会如此富裕 是因为有树神保佑 所以你应该挑选一只健壮的肥羊来祭祀 以表达对树神的感谢 哦 原来如此啊 既然这棵神树一直保佑着我们家 那我的确应该挑选一只健壮的羊来祭祀它 老人的儿子回家后 便立刻让仆人牵了一头肥羊来 不错 这头羊够肥瘦 少爷 这头羊是我们家里最肥的一头了 爹 你看这头羊怎么样 嗯 不错 真不错 好的 那就是它了 少爷 你要这只羊做什么 我要杀了它 用它来祭祀保佑我们家的树神 树神 保佑我们家的树神 嗯 老哥啊 你可真厉害 既然想到这种办法 昨晚的羊肉汤味道不错吧 哈哈哈哈 昨晚可真是没下了一顿 要不是你们启发了我 我哪里能想到这么好的点子呢 不过 不过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哦 这话怎么说啊 你这是假借神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你这样做的话会遭到报应的 哦 啊 啊 今年后 老人生了一场大病 死后便投生在自己家所饲养的羊群中 哦 啊 爹 爹啊 你是水 我是奉阎王的命令来带你去投胎转世的 哦 那我会投胎到什么样的人家啊 投胎为人 你别妄想了 你是要投胎到你家的羊群里 你的来世是一头羊 啊 为什么 你曾经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谕 而假借神灵杀羊祭祀 现在让你投身为羊 是偿还你杀生的果报 啊 这 这怎么会这样 别啰嗦了 去吧 哈哈 小羊终于生出来了 哦 我竟然真的变成一只羊了 小家伙 你终于生出来了 后来有一天 老人的儿子 伊丽在羊群中挑选祭祀的肥羊 嗯 这只羊长得可真不错 今天祭祀神术就用它吧 祭祭祀神术 天啊 这是要杀了我啊 当初我谎称那是神术 没想到今生竟然会因此丢掉性命 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没把羊牵来 少爷 我已经选拨了 我已经选好了 可是他就好像知道自己要被杀掉似的 一直趴在地上不愿意走 羊啊羊啊 我们需要用你来祭祀树神 你不必这么难过 就在这时候 那只羊突然开口说话了 儿子啊 我是你的父亲 那棵树并没有神 当初我是因为想要吃羊肉 才骗你杀羊祭祀 如今投生为羊 就是我杀生的果报 啊 这 这只羊竟然开口说话 是啊 少爷 我听说畜神开口说话 是不想知道 我看还是赶快把他给杀了吧 嗯 有道理 他竟然谎称是我父亲 实在该杀 儿子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是你的父亲啊 你不要骗我了 不管你说什么谎话 也救不了你的 这时 恰巧有一位阿罗汉 尊者见证后 顿生慈悲之心 于是 便用神通之力 使这只羊 变成了一切 让他们不自团聚 啊 老爷 爹 这时 老人的儿子才相信 杨索言为真 从此之后 他便潜心礼佛 忏悔 羞辅 尤其不再杀害任何生灵了 想救牛蛙 这是发生在数年前的一件真实的故事 那年的2月15日这天 一直跟随老法师学佛的黄爵士 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让他特别惊奇的新闻 你看今天有数十家海产店要去投标采购牛蛙 投标采购牛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 一位商人有近万只牛蛙 本欲卖往日本 因为报官 所以遭扣流充公 今天多家海产店前往投标采购 哇 近万只牛蛙 我才说我家隔壁的海产店老板 怎么今天一大早就着急出门 原来是去投标采购这些牛蛙 一定是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牛蛙 如果能一下子标到这近万只牛蛙 那一定能发一笔横财的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是说如果这些牛蛙被海产店买走的话 就会被吃掉 那是当然了 如果牛蛙不用来做菜 那还买它做什么呢 啊 黄居士听说 有近万只牛蛙将被海产店采购 他于是急忙地打电话给师父 希望法师慈悲 能将这些牛蛙买来放生 使其免受屠杀抛妇之苦 师父 事情就是这样的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些牛蛙买回来放生啊 好的 我会想办法的 刚才黄居士打电话给我 说有多家海产店要去投标采购近万只的牛蛙 如果这些牛蛙被海产店买走 那自然免不了要少泼妇之骨 啊 师父 那可是上万条生命啊 我们一定要救救这些牛蛙的 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赶紧去投标 一定要得标 师父 您放心吧 我这就去处理 将军事担负子重任后 立刻开车赶往海关处 可是他对路径并不熟悉 几近波折才找到静标处 海关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小姐 请等一下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投标采购牛蛙的 那您赶快进来吧 您可真是幸运 投标马上就要开始了 开始后就不能再入场了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差点错过啊 大家好 请各位将自己所能出的价格写下来 我从来没买过牛蛙 哪里知道市价会是多少啊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江居士在不知这些牛蛙市价多少的情况下 写了六万元 开标后 这个价格竟顺利得标 五号 江先生 以六万元的价格得标 太好了 得标了 真是菩萨保佑啊 不知道江先生经营哪家海产店啊 我从来没从事过海产经营 啊 那您采购这么多牛蛙做什么啊 今万只牛蛙的生命即将遭到杀戮 这可是极大的罪业 所以 我奉师父的辞命来买下这些牛蛙 准备将它们放生 放生啊 不管怎么样 这些牛蛙已经是您的了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好的 谢谢您 啊 怎么这么多啊 当然了 这可是近万只的牛蛙啊 这么多的牛蛙 要怎么运回去啊 近万只牛蛙 数量庞大 而海关地处偏僻 又无大卡车拖运 该怎么办呢 正当将军是 苦无对策时 恰巧有辆卡车经过 先生 请停一下 停一下 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要做什么呢 将军是 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后 这位卡车司机非常爽快地 答应帮忙 带运这上万只的牛蛙 好 我就帮你运送这些牛蛙吧 这种善事 也是功德一见 哈哈哈哈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这些牛蛙 终于不必惨遭屠杀了 将军是在不知道路的情形下 竟然能在竞标开始的前一刻刚好抵达 这是骑士一 他又在不知道牛蛙试驾的困扰中 竟能顺利得标 这是骑士二 难道车子来运牛蛙 又刚好满满一卡车 这是骑士三 成就善行的因缘 真是缺一不可 幸得佛祝 功成圆满 大为人心啊 我们在行善事时 一定都能得到菩萨的庇佑 可是这么多的牛蛙 我们该如何放生啊 如果白天放生的话 实在太显眼了 是啊 所以我们还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大家分批分驱 再把这些牛蛙放生吧 好的 当天晚上 老法师便率领居士们 在西流分批分驱地将这些牛蛙释放 就在大家将这几万只的牛蛙放生圆满后 竟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师傅 所有的牛蛙都放生圆满了 既然全部都放生了 那我们也回去吧 就在大家准备回去时 突然听到西水里 上万只的牛蛙同声哩叫 一同一同佛的声音 此起别 万如泛衣缭绕 弥漫天地之间 响彻无银的艳空 大家见此景象 无不感动 阿弥陀佛 世间万物都有灵性 更具有佛性 这些牛蛙尚且懂得念 以报佛恩 而人为万灵之掌 更应互生放生 上报佛恩 集中生之恩 阿弥陀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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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猴 护子 在四川松盘县 有一片山林 那里生活着 许多猴子 也因此 吸引不少猎人 常来这里猎杀猴子 咦 呃 怎么了 不要出声音 前面好像有猴子 真的啊 太好了 听声音 数量好像不少啊 今天又能满赞而归了 好多啊 今天可算没白来 那我先把那只大猴子 射下来 打中了 打中了 猎人的枪声 吓得其他猴子 惊慌而弄 而当猎人 走进猎物时 就发现 母猴身旁的小猴子 却没有逃跑 正在用舌头 舔着母猴的伤口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小猴子竟然不怕我们 它为什么不逃跑啊 它这是为了照顾受伤的母猴 才留下来的 真是太感人了 我看我们就放过他们母子俩吧 好吧 就放过他们吧 我今天没心情打猎了 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 好吧 改天我们再出来打猎吧 多数的猎人 对动物原本是没有什么同情之心 然而这一幕情情 却让这位猎人终生难忘 从那以后 他总感觉内心难以平静 心神不宁 老公 你这几天是怎么了 自从你上次打猎回来后 就一直闷闷不乐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哎 你不知道啊 因为上次那只母猴的事 让我一直有种罪恶感 这种感觉压得我好难受 原来是这样 我听说 寺里有位老和尚 他很慈悲 也非常有智慧 不如你去见见他如何 嗯 也好 师父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 见到这种情景 会产生罪恶感 说明你还是有善根的 我劝你从此以后放下猎枪 不要再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了吧 老法师 我也想放下猎枪改行做别的 可是我从事狩猎这行 已经十几年了 要改行谈何容易 不满 不满你说 我曾经也是一位猎人 啊 什么 您曾经也是猎人 是的 而且我从事狩猎的时间比你长得很多 那是什么原因 促使您放下猎枪 倾心学佛呢 促使我放下猎枪的也是一只猴子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某天 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树林中打猎 哦 你们看那棵树上 好多猴子 在一棵大树上 有一大群猴子 我们便迫不及待我们的开枪射击 当时那些猴子惊恐万分的纷纷跑跑 小黄快下 别让那些猴子跑了 哈哈 今天收获可真不少啊 这些猴子的皮毛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我们快过去 别让他们跑了 尽量多打几只 先停一下 哈哈 这只猴子可真不小只啊 看你往哪跑 此时我看到这只母猴背的小猴子 从树上跳下来 正当我们要开枪射击的时候 那只母猴做了一件让我惊讶的举动 哦 当下我便明白 那只母猴是在求我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放过他们吧 啊 好吧 你们走吧 我被这只蛇脊虎子的母猴感动了 晚上 同伴们开心的煮猴肉 可我却一点也不想吃 内心还不断谴责自己 我到底在贪图什么 为了吃猴肉 卖猴皮 就要这样残忍的杀生害命吗 哎 我真是可恶啊 我真是可恶啊 真是罪过啊 原来是这样 杀生最终会受到报应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 子女都不孝顺 我是被子女从家里赶出来的 哎 这大概就是年轻时达略的国报吧 啊 难道世上真有因果报应 是的 行善也得善果 所以我便决心出家修行 奉献三宝 服务众生 我想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从此以后 这位猎人也放下猎枪 不再杀生 老婆 同情往后 我再也不打猎了 我们也吃素 学佛好不好 嗯 好的 我想也只有这样 才能为自己过去所犯下的恶业赎罪 世间的感情 莫过于母子之情 动物也同样如此 在生命的解要关头 母子相复 完全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从无始以来 在生死龙虎流转的过程中 无一众生 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 继为父母 又怎么忍心彼此伤害呢 沪池生命电视台 邮政划播 沪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据花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亿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药师佛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5月22日 星期三 时间 13点半 恭送药师 琉璃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16点 万灯祈福法会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 台南分会 5月共休 每周三 上午9点半到11点半 长青读书会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速食主义 Vegetarianism 是由英国速食者协会 于1842年提出的 Vegetarium 并非来源于Vegetable 而是来源于拉丁文的Vegetar 意思是使人获得快乐 现在人们都认为素食者 仅仅就是吃植物的人 实际上 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是一种饮食的文化 不使用动物产品 还尽可能避免再取得食物 服装的日常各方面需求时 以各种残暴和剥削的方法 对待动物 由于国外对素食的界定 有所不同 不同的素食者 所计食的食物范围 也有所不同 素食主义者 或称纯素主义者 严格素食者 还是有些非常细微的差别 但是基本上 还是不吃蛋类或乳制品 蜂蜜 摒弃所有动物制品 与加工品 包括动物肉 且不穿戴动物制品 如针皮 丝绸 羊毛等等 因为人类的畜牧业 和家禽养殖业 绝大多数以残忍的方式 对待动物 所以遵循素食主义的人 其素食的理由 通常使出于对动物的爱 以及对动物权益的尊重 接下来请收看 波蛾讲座 MING PAO TORONTO 包吹奔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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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